好 大家好 上個星期做了一個訓練 有些朋友怕不太明白 所以我特意錄一條影片給大家 現在畫面所見就是我們上個星期講的幾隻股票 現在這隻就是172 這裏172 旁邊的資金盤到這裏 我都轉回到172 這隻股票記不記得當時為什麼我們會買 1.41 1.4元 因為這裏的成交量是4300多萬 是不是 股數 當時的時間應該是3月8日左右 即是圖表的附近 在密集區上面很明顯是1.4元 接著在另一個位置是1.56 這裏真的不是很覺眼的 但是在圖表上面的資金盤路出現了一個鉗型 是不是 在Facebook上面你們可以找回 Facebook這裡有一個圖 去到都幾後期的了 就在上片那裏 Foto 你按回資金盤路 形成了這個形態 是不是 第三色就是鉗型 所以在這個部分是否形成了鉗型 我縮一個好少少給大家看 我們就因為這個形態 所以我們就有個想法 就是這隻股票很大機會就會再次上升 這樣 那所以呢 記不記得我們當日說呢 就說笑就是這隻股票不能買的 一定不能買的 怎樣叫都不要買 因為呢 我們本身扣入了嘛 就是當是說笑這樣說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在3月8號 這裏有個時間軸 我們退回給大家看一下 一個5號8 一個4 一個5號8 做了一個鉗型之後 我們再看一下發展的情況 3月13號 接著3月14號已經去到過6了 接著3月15號就過7 3月16 3月19 那你會見到呢 它就一步步這樣就上升了 所以我們控制得不太好 2個1 這裡3月27 3月28 那麼29 4月3號 好了 那麼如此類推 我們可以看到時間軸 就退回給大家看 那你會見到呢 就是 最後到今天了 是3月3號7的 整個升幅就是在這裡 那麼它唯獨只有這裡 是出現過一次的阻力而已 那我們可以縮回去大家看一下 OK 唯獨是在這裡 較有一個叫做阻力 其實如果相對聲勢來說 其實這裡很弱的 所以不是很構成到什麼阻力 只不過是慢一點的 那第二隻呢 就是1660 1660 1660呢 那就是 都是在這些 這樣的部分 那就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密集區 由於日子的關係 這裡是什麼呢 這個形態 這個形態呢 就是 山形圖 那就是 升了上來之後呢 它唯獨是在5.6 那但是這次的股票 為什麼要介紹呢 它升幅很厲害 還有呢 它的底子呢 不是說 就是這裡做了1700萬股 那跟著呢 已經是形成了一個形態了 那我們現在再看 那它升的時候呢 是2100萬股 就是做 剛才1700萬股嘛 就是做多了400萬股 那它就已經升了 那這隻呢 你看到啦 7.2 然後到過2 過4 過7 那這個升幅很厲害 那現在稍微有個阻力 就形成了一個頂部密集區 那它伏一聲已經穿了 那這樣 好 那非常的 升幅非常之厲害 那所以你會見到啦 整體來說呢 就去到7.4 那現在呢 它 即是出現了短期的密集區 那些朋友就會問呢 那怎樣找短期密集區 在這些位置呢 那我們現在就 整體來說是做了兩個月 如果我們現在縮短了它 那我們可能是用這個 5日至10日左右就已經夠了 那現在用了10日的話呢 我明顯看到呢 就是7.4 那裏呢 就有密集區的 那頂住了 那我們較簡單去猜就是 那價收在下面呢 就當是一個阻力位 那價收在上面的話 就當支持位 那現在呢 大部分來說這些呢 就會構成了是它的阻力位 那所以呢 如果操作上面來說呢 要很明顯看到呢 就是7.5 這裏有80萬股 接著這裏呢 7.6 就有120萬股 即是說這裏呢 有三個較大的位置呢 那如果它要逐一升破的話呢 就會形成下一次的升勢 那其實很短呢 都是1.2號 就是一個位置 這樣很容易看的 那今天呢 就給了這兩個sample 大家看 那呢 那怕有些朋友 不是太熟悉 是因為新災那一班 那所以呢 我又再講講 尹偉那裏 那裏呢 我們就當我們就是那句 事後恐明 那那旗子這裏呢 就是 就是 你看到 在30,310點押住了下面 那所以一直都是看跌的 剛剛 好啦 所以如果有些朋友呢 想看短位的話 我們那天呢 就這樣講過的 就看五天 那你會見到啦 這裏很明顯呢 是一個鉗型了 是不是 這是這樣的形態來的 鉗型來的 那所以呢 我們去 看回那個位置呢 那個大位呢 短期的話呢 在30,020點 跟著上面來說呢 是30,500點 OK 那這兩個呢 是短期的大位 如果就是中期啦 那我們就看遠一點 看一個月的時份啦 那它就會見到 其實呢 30,300呢 就是近期一個較重貨位置的 好啦 那跟著我要再分辨了 就是說 如果中長線有沒有橫盤 那橫盤呢 集中了呢 就是30,300 就是跟Market一樣 做了八千多張 如果短位的話呢 看一看 都不算太厲害 而已 在30,450 左右 做了很小的 而已 不算太有代表性 OK 那如果 就是說短線呢 就沒有什麼 橫盤沒有什麼阻力 但是反而在Market上面呢 就會較清楚 就是要看300,020 好啦 那最後啦 我都很喜歡放過 倒影力量的 那我要說一些東西 給大家聽 就是 那天春寧有提過的 有朋友問又怎麼問 有介紹過又怎麼看 那現在呢 是一個好例子的 橫子呢 現在呢 是不是整個貶了 貶了的意思呢 就是說 第一呢 就已經是沒有了動力的了 就是走上下波幅 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它 貶了得來呢 它現在呢 就是轉了trend 其實呢 它是紅色的 所以呢 較正常的話呢 就是看跌不看升 但是那天呢 就沒有講到另外一個方法的 就是一樣東西 除了看恒指之外呢 就看了 騰訊啦 騰訊呢 很明顯呢 就已經是壓住了 它每一次呢 現在的升幅呢 都是入影的 那早前呢 我們不是做過一次呢 就說 就是 它有個背持的 這樣 但是看到它呢 好像還沒有發揮到效用 所以呢 長線來說呢 現在還是看跌的 短線看看有沒有機會反彈 就是因為有個背持的 那有些朋友可以 不需要理會它的 總之一天呢 不入影 不轉個trend的話呢 就不當它是 那這個也是其中一個方法 好了 那看完騰訊 我們看匯豐 匯豐其實呢 看不見到 它入了影之後呢 它沒有轉個trend 又下來 那這些都是一些 挺 弱勢的形態 那看了393 OK 都是貶了 做了一個大三角形 那整體來說 這就是其中一個有幫 有幫的教好 但是呢 那個升幅呢 開始扁了 動力不強了 265 26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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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 哇 入了一個影 但是呢 都是一個 下距離很早 這個已經是二月 已經是下距離了 這樣 所以就 在導演力量來說 事情是一般的 OK 那我們今天呢 就介紹完畢了